王爷 王爷参见王爷 包大人 免礼 谢王爷 本王是特意前来向包大人致歉 同时也是为了权子之事 向慕容姑娘致谢的 王儿万万不敢当 王儿只是略盡绵薄之力 此话讲得可不对 若是你将柴玉的病治好 本王不但感激不尽 就是那柴玉也该终生感念 你的恩情才是啊 婉儿不敢 行了 道歉道谢都道过了 本王心事已了 就不打扰包大人攻盟了 告辞 恩贞 不送不送 本王自己走 是 没想到王爷竟是一位性情中人 这也是本府愿意与他相互往来的原因 大人 看来我们对王府的疑虑是多余了 不错 张冲前往王府 应该是急于向王爷禀报 而不是另有他徒 婉儿 本府与公孙先生要去周牙办事 你也该去王府为小王爷治病了吧 是 婉儿这就去 本府 你可有意见 没有意见 下官立刻遵照包大人财事去办 周牙支付矿工的工资可有问题 周牙这几年尚有盈余可用 用于补偿矿工合情合理 再恰当不过 郭北失踪之后 可有派人递捕 下官已派人递捕 从矿场带回的重犯关押在大牢 也绝无问题 张大人 如果你一向如此专注于公务 也就不会发生私财金矿一案 更不会闹得 无数的百姓家毁人亡了 是 下官知错 好 本府前往战时收容矿工之处 以询问未及之后 再依锁定方式遣散 是 请容下官带路 好大叔 天青 天青 可见头你了 是啊 你们都还好吧 小心啊 老大叔 怎么了 没事 放下了 稍留点伤 快里面坐吧 快进来吧 好 好 好 快 小宝 上茶 来来来 小心啊 来来来 坐 坐 这是我送你的 不 我不能接受你的馈赠 要是别的东西 我是不会送你的 可这样东西 你非受不可 来 你先打开看看 不然就知道原因了 这是什么 这是柴家的印记 在前朝 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 不过现在 它只是一个美丽的图案而已 这 你用金针来帮我治病 现在我送金针给你是天经地义的 难道 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我吗 如果你这样说 那的确是很难拒绝 那从今天开始 你就改用这套金针吧 嗯 我都不好了 我不可以拒绝 你认识 你识了吗 你一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公孙先生整理的结果 应该可以很顺利地完成善后工作 大人今日见了七十五人 只要再一两天的功夫 就能把从矿场带回来的人 全都见过 实在是因为人数过多 不得不分批处理 只好让他们多委屈两天了 张冲的配合 也有实质的帮助 量他也不敢不配合 等处理完善后之事 就该针对他了 是 薛生明白 是 薛生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人 师叔 婉儿可否打扰片刻 当然可以 你说吧 大人 那些矿工已经治疗得差不多了 明天应该可以全部治疗完毕了 很好 辛苦你了 你还有事吗 婉儿希望 小王爷的病可以做一个了结 此话何解 因为小王爷的病 如果要治根的话 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 婉儿不能一直留在青州 需要多久的时间 至少要一年 要这么久啊 其实 称不上是治疗 而应该说是调理 如果没有长时间持续不断地调理 小王爷的病是不会好的 你的确不断在青州停留一年 不过 你若不治 小王爷又当如何 婉儿想 王府之中 应该不缺明医 婉儿可以把治疗的方法传授给他们 这样我就不必留在青州了 这的确需要预先安排 一个疗程恐怕需要七日 所以 婉儿会在剩下的几天里面 把这件事情交代出去 好 就这么办吧 这件事情 让父王感到很吃惊 你真的打算娶她 父王 除了婉儿姑娘之外 我不会考虑别人的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